Hello 大家好 現在是凌晨4時12分 為何我還要這麼晚做這條影片 就是讓大家有得剝花生 原本我是很少在我的節目開名 去講另一些YouTuber 但我這條影片打算和他宣傳 大家不妨 因為現在到4時那條影片已經是58000的view數 很多人看的 我打算推高他 看這條潘小文是有多豬 亦都會說他一直以來 因為我偶爾有些網友跟我報料 覺得他說話幾有無料 但認識的就被他笑死 不認識就被他嚇死 因為一直以來他不做功課開節目 就不時問另一個主婦 今天有什麼新聞 你看他都很不專業 還做了這個行業這麼久 但這麼久他夠膽死 有一次說 由星多日報的高層 轉去無線做高層 他夠膽死告訴別人 他以前坐在我旁邊 為何別人可以做高層 為何你還是 我不知道 不過他叫好彩 撿到一枝好丑 就是DF8 如果不是DF8 就不用搞到他連藍牙耳機 做節目 會沒有電 另外沒有電的時候 叫救命 這樣說 喂喂喂 好像火足 走火警 Anyway 你去看他 你就知道有幾個不專業 不要緊要我幫他宣傳 我送給你的潘小文 我不是故意說你的 但問題是 既然出了香港的娛樂新聞 我自不宜是報道 我當一個報道去說 這篇由你說出來的新聞 我不介意 如果你想回應我 在你的節目 你儘管 Welcome 提一下我Sapang Spa Travel的名字 求之不登 讓大家比較一下 無論如何 不要緊要 當日娛樂新聞這樣說 就是這樣說 這篇報道 我會說一下他 你記得是Themnail 說他不做功課兼無腦 我會說出他當中 他說這個阿魯廷輝 會在一個星期內 引咎辭職 人家已經出來否認了 另外說一下陳可新 我會分析給大家聽 這兩件事 都是不多可能發生 而且ViuTV 已經出來說了 否認了這個事實 你不做Fact Check 然後你不再用思考 看看究竟成績有多高 實牙實恥話 有料爆 那樣 你女人死人 現在是涉合到一個很大的意外 我待會再分析給大家聽 為什麼老廷輝就算要辭職 不是現在辭職 很詳細地跟大家分析 另外他也在影片裡說 陳可新都很出名 你知不知道人家有多厲害 在中國十大導演之中 他是其中一位最賺錢 等同於周星馳和王家偉 這三大導演在中國 可以排名在和你一個張藝謀 平排的 都很出名 麻煩你專業一點 好了 再說回這個報道 還有 我說出賣朋友 為什麼呢 我會稍後拿出一些Case 還有他多不專業 多不做Fact Check 我會有三個Case 會說出來 OK 好嗎 首先這個報道是這麼說的 主文 他說MIRROR的紅管 在上星期二十八號的時候 發生了意外 舞台上面一個屏幕 定間墮下 壓傷了兩名的舞蹈員 其中MIRROR的頸椎是骨折的 留在心切治療部 情況危台的 這個沒問題 在一號的時候 就有網台的時事評論員 他只能夠說 時事評論員 你是報道員 還是評論員 你評論的話 你應該有自己的分析能力 收到資料的時候 你應該是過濾過 你才會說出來 不是說你收到一些資料 根本是你沒有做Fact Check的話 還有餐餐 是那個不見樣的 師奶告訴他 今天有哪一宗新聞 然後他就說 說到好像有什麼獨家新聞 看看他的分析能力 說話的時候 那個態度 究竟專不專業 你們自己的判斷 我鼓勵你們去看 在節目中指出 電訊營科媒體 集團旗下的公司 他說他寫下了 但他不知道那張紙去哪裏 MECAVILLE MECAVILLE 行政總裁老廷輝 他寫下了 但他說不出公司的名字 人家的名字 即是你沒有做功課 不如拿一張刺紙 吻屎算吧 你什麼都不準備 開節目 Anyway 他說他將會在這個星期之內 宣佈引咎辭職 但未獲得老廷輝本人 對此作出回應 當然是不回應 你為什麼容易打錄 我懶得理你 我也是容易打錄 對於老廷輝來說 OK 再說 電訊營科媒體集團 旗下公司 MECAVILLE 行政總裁老廷輝 將會在本州引咎辭職 他自己這樣說 潘小文在節目中說 亦都提到 這也是一個重磅的消息 重磅消息也好 別人跟你說重磅消息 你要做個fact check 和你有自己的判斷 究竟是 別人跟你報料有多真 以我不知道他有什麼 智商去判斷這個重磅消息 別人給了你 你如果 怪不得他做來做去 都做不到他隔離 之前 幾十年前坐在隔離桌 那個姓蕭 我忘了 無線的高層 然後 怪不得他做來做去這個位 Anyway 他說 路亭輝今個星期之內 就會辭職 他自己會問責 潘小文也大膽地預測 陳可新的導演 將會繼任這個Makerview 行政總裁 我想知道 他當然不會說疏性 但他自己有沒有過濾過 究竟這件事有幾個可能性 有沒有自己做過評估 你就是收到封回來 很多人向你報料 不是單單都見的 有些人可能給你招皮 我給一個例子 譬如有人告訴我 有一次有人跟我說 阿欣怡 她是大肚子的 很多國語的娛樂報道 都有說這件事 甚至香港也有人說 阿欣怡 我告訴你 第一 我是跟別人去找個資料 不是 第二 就是 欣怡 她的事業剛剛如日方中 她何來可以有時間去照顧小朋友 第三 就是 她自己單身家庭長大 她會不會這麼隨便 逼一個出來 自己一個獨立 照顧小朋友 她應該是單身家庭 她的心同感受 那些人說 阿欣怡是生了一個出來的 你有沒有證據 沒有證據 別人說 你先說 因為內地 譬如說 講國語的娛樂新聞 很多都是假的 都是假新聞 另外 現在先說 她說 潘小文指 陳可新跟中港台的關係良好 很多在內地找食的導演 都跟中港台的關係良好 甚至乎跟美國的關係良好 因為很早已經拍西片 而且她很早期開UFO這間電影公司 當時她的成名之作 應該是晚九朝五 我身邊的朋友去Casting 然後做了電影界裏面的編劇 帶我入行做過編劇的兼職 當時我在韓公司做 並且還有其他工作 我的朋友本身在美國讀電影回來 她最初是一個廣告導演 然後就進了電影界裏面 所以帶我見識很多東西 Anyway 她說 潘小文大膽預測陳可新 將會繼任Makerview的行政總裁 待會我告訴你 是否有可能的事 潘小文指陳可新 她說 但消息發佈後仍未獲得兩人回應 事件真確性有待查證 第一 這是這麼大的事 你覺得是一個重磅級的消息 說出來 就不知道沒有fact check 另外現在正面對刑事偵查 我又分析一下 為何這個老婷廢肺 就算辭職也不會是現在一個星期之內 因為 假設我以前在大公司 郭太太有組 如果一次你辭職 你不可以回公司 拿任何機密文件 連入門口的拍卡都會收回你的 如果她現在引咎辭職 但現在正在查這案 那你怎樣跟警察 警方部門合作呢 你一定要先處理爛灘子 你才可以辭職 不是這麼快辭職 麻煩你用一下腦 再加上 你暫時 都完全是協助調查當中 有很多資料 你才知道的 但是 也不是說 喂 你可以就這樣拍拖腦 辭職 就當作沒事 沒有這麼便宜 一定要 起碼提供資料的運作 知道在哪個階段 需要很長時間去查證 譬如政府部門的楊潤雄說 盡可能在一兩個星期之內 給到一些確實的資料 向大家公佈 其實我覺得查這件事 因為牽涉到太多的單位 所以也不是說 一個星期兩個星期的事 所以她有段時間都辭職不了 她也否認了 ViuTV已經否認了 是沒有這件事的 即是否認 Makerfield 這裡寫 她說 不過其後Makerfield 已經否認了這個消息 人家否認 即是你說的就是流料 麻煩你先檢查真點 對吧 還要你 就是思考的可能性 你有沒有在大公司做的 照解你應該在大公司做過 你也是在傳媒機構做過 不過你說 你做省仔 未做過管理層的話 那我不知道你 知不知道 一個管理層 在這種情況 在大公司離開了的話 即是連入去那張拍卡 那個entrance 即是我去的ViuTV 是要拍卡的 那些大公司通常有拍卡 即是如果你辭職的話 連入去也有問題 那怎樣提供協助 怎樣拿一些很機密的文件 更加不要說 連入卡都收回你們 如果辭職 更加不要說 給機密文件協助調查 這是很common sense 想都不想 拿到一些流料 就當是秘笈 會周不時都是這樣的 對不對 不過說真的 我自己偶爾會 例如說 偶爾會看一下 他有些片大眼出來 那就看一下 如果大家都是講 一個很大的新聞 但很少很少 因為我沒有這個耐性 你看他講話的話 都很不專業 OK Anyway 平時又不做功課 靠那個司拉 是這樣的 問問題 跟著以他那些 不知道什麼 common sense 人家的common sense 等於他來說 可能是等於 那個傅家數學 AMAS 那麼艱辛的 你看他講話 就知道 Anyway 我知道 我告訴你 很多網友 到處都看一下 但我知道 我每次批評人家 都有一些人 unsubscribe 算了 如果你的智商是太低的話 你就不要訂閱 Smart Travel 我串點這樣說 如果你的智商 是覺得我不應該批評 一些做事不專業的人的話 那你趕快就unsubscribe 那我算了吧 因為 整件事 ViuTV這件意外 就是因為 那些人做事不夠認真 很麻煩的 那現在才出了這個意外 那你是不是覺得 這些傳媒人 自己 臨開麥克風前 又不做功課 收到這些流料的 又不做fact check 你覺得 他和這個case的人 的工作態度是差不多 你覺得可以追捧 你可以繼續看的 那些人 acute time 也沒有所謂 但有時 可能多多少少 你聽了 但有很多人 聽了 但他自己不思考 不用腦 不過濾 那你聽一下 聽完就越聽越蠢 明白嗎 我說話是有點困難的 不過是這樣 那些人 很多人喜歡我 喜歡我 夠真 那我不客氣 我相信 我想說一些我看到的 和感受到的東西 我真的覺得這個人 還有一件事 他說這個陳可新 他自己 怎麼說 都幾出名 不是幾出名 人家是在中國裏面 我告訴你 在中國裏面 以前 在導演來講 拍片是賺不到錢 但現在 幾年前 自從這個shipper 可以有很多 引用到很多內地的資金 其實他們錢是有的 但就算你有錢 未必能找到一個好的導演 你說 投資的名導演作品的資格 就是難上加難的了 如果要有實力的話 那些公司 只是真金百民 或者公司股份 來買入場券 都未必一定 是可以請到這些名導演 去幫你拍片 例如 我數一下 中國裏面 一些名導演 張藝謀 馮小剛 陳凱哥 陳可新 周星馳 王家偉 有些沒那麼出名 例如張一霸 在香港來講 不是那麼認識 但徐曾那些是很出名的 還有零號 這些每個導演成為身價 過億甚至過十億的人 你說他都很出名 人家是很出名的 很早已經過 荷里活拍情書 Love Letter 那個電影 就是買了日本情書的版權 然後去到荷里活拍的 張藝謀 他拍網劇投資權益 都值4億港元 而陳可新 可以和他平排 陳可新 我自己在飛機上 都見過他兩三次 他是一位學者 不像一個導演 是很斯文的 很intellectual 可以這樣說 另外 既然他在內地 那麼高身 他一年 就算他拍一部大片 也好 他就算坐在那裡 他的錢 還是坐在那裡收 我不知道 有沒有人那麼蠢 自己可以做你那麼好的 如果他在內地拍電影的話 有時可以賣很多不同的版權 你不知道有些荷里活的演員都會接受到內地 比如那個什麼 我忘了有些演員 不過說真的那套戲就不好看 因為劇本寫得不好 另外 我不說那麼多陳可新的背景 因為太公表 只是告訴你 其實他的身價 是和周星馳 或者馮小剛 和張藝謀 平排的 有人那麼厲害 不要說人家 都很厲害 是很厲害 他除了香港 除了杜其鋒之外 要數到另一個很厲害的導演 我不要說 因為他們拍的東西 不是完全一樣 因為杜其鋒 他拍電影的風格 和陳可新拍片的風格 不是一樣 但地位是相當之高的 兩個人都 無論是在中國或是在香港 另外 就說一下潘少文 其實有幾宗事件 你就知道他是一個怎樣的人 經常說做義工 第一件事 先說他的能力 先不要說他的人格 我相信他的人 應該不是壞人 不過他是一個豬兜 第一件事 當年他剛才開始的時候 我會去看看那些比例 很早期 他已經把整件的安心事件 黃心榮 他可以說了做黃心美 整條片都是黃心美 翌日看他講不講 怎樣解釋 他只是講道歉 不如就拉過了 只是道歉 這麼低級的錯誤 第二件事 他在去年大約聖誕節的時候 張柏茨 他在IG說 他跟黎茨認識了三十年 然後他在節目裡說 張柏茨是否作大 怎會認識別人三十年 我告訴你 張柏茨當然可以認識黎茨 三十年 人家很小 兩個都很小 黎茨大過張柏茨八年 十幾歲的時候 已經認識了 認識於微時的 因為我國泰的好朋友 就是黎茨的同學 在演藝學院 所以我早就已經知道了 這些事情 但他普通一句評論 張柏茨當然是作大 有什麼理由你這麼小 會認識黎茨 人家很小 大家家庭有交往 適於微時不可以嗎 陳柏茨他三十幾歲的時候 他又過世了 他為什麼很小就已經認識阿B 就是因為現在人家 可能家裡是有細膠的 沒有這件事的嗎 你不讓人家很小就已經是細膠 是認識的 如果你不做個fact check 你就不要隨便評論別人 就說別人作大 你自己作大多些 我看到 好了 還說一下 代人處世 他劉小偉那件事 他說 那是我的好朋友 我說大義滅親 都要說他出來 好了 我想跟你說 如果是我的話 我怎麼處理呢 那個人是我好朋友 我會和朋友單聲 喂 你現在外面這樣說你 不如這樣吧 我在節目裡打電話給你 給你機會自便 為什麼你會說出這樣的事情出來 然後由觀眾去判斷 究竟你說的事情 能不能相信 能不能同情 可能他真的 他已經沒有做娛樂圈一段時間了 他沒有那個觸覺的話 有些事情他不會過濾過才說的字眼出來 不知道給你那些混蛋的朋友出賣的嘛 如果你是他的好朋友的話 你都會 喂 我給你一個機會自便 你自己說 好過 我親手去找把刀來插你 在那麼多人面前 這些叫朋友 這些叫出賣朋友 看準時機的話 放你的朋友上桌就是這些人 對不對 但是說真的 我又不覺得他 小民的話 對這件事 我又不覺得他很黑心 出賣朋友 我覺得他也是很懶豬 如果你覺得那個人是你的好朋友的話 我認為我自己說的方法 會更加比這樣插他 會比較適當一點 appropriate一點 是不是 好了 現在我覺得 看看還有什麼要說 陳可新是一個談雲家影業的合夥人 兼股東陳可新 在黃金時代的編劇 各持另外這個家影是3%的出品 例如《親愛的》 《七月安生》等影片 都是他們拍出來的 而且盈利非常豐富 另外早前他就拍了一個龔利的 一個好像是不是朗平的電影的傳記 都是很收得 又叫好又叫做 奪貫 奪貫 這個電影在內地是非常收得 也是很感動的 很感人的 他說 他拍的電影以來是最辛苦的 其實陳可新可以有一個 拍的影片是獲得很多獎的 因為現在的重心放在內地 所以就在香港 只是單是香港的電影會比較少 拍的都是大東西來的 不知道是多少十億的製作費 你說如果李澤佳請他的話 他會不會那麼蠢 一來是錢的問題 我相信如果李澤佳真是賺一個人才的話 如果賺得起那麼多錢 其實有很多 就算 怎麼說 沒有那麼出名 是低調 不是不聰明 有很多人很聰明 都很低調 如果他肯出這些錢的話 有很多人才給他用 李澤佳 但是問題是說 陳可新會不會那麼蠢 你擺明這個就是爛攤子 我有好的事情不做 我無端端做義工嗎 幫你撿這個爛攤子 我不相信陳可新是一個那麼蠢的人 所以你說他會接任這個 行政總裁 老庭輝這個位的話 我覺得行政總裁的Title 你說陳可新接這個位 我覺得他的成數不是那麼高 所以我不說那麼多了 我現在幫他宣傳 給你的 幫你宣傳 平時人們看看你多豬 平時做節目 聰明一點 麻煩 就是你這些人 我告訴你 什麼功課都不做的 隨便去up我的藝術 累死人 人家背後是用了很多的努力 去爬到某一個位置 譬如你評張柏芝 你一下子說別人 不知道是不是老作 你只是這個Term的話 其實已經對他不公平 人家不是真的老作 人家真的小時候就認識黎智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你就說不知道 不要不知道就假裝知道 還有一些事情 假裝到自己好像獨奸 現在就出事了 你遲了一會 你這樣的做事態度 混蛋 是不是 我不應該這樣說 我應該留口 我和我身邊的朋友說 我朋友說 你不要太囂張了 哈哈哈哈 我不要太囂張 其實我已經很忍口了 是不是 如果 所以我好像未說過 哈哈哈哈 我真的不說 不要說 我現在建議大家 將他條片炒到十萬的 因為為什麼呢 看他怎麼注 怎麼錯 不做功課 OK 好嗎 你們不一定要 D100的人走來看我的 不一定的 這個市場很公平的 不過你們應該分辨到 哪些人是用心做事的 哪些人是認真做事的 你看看這件事件 這個跌的電視機下來 就是 源頭就是 那些人做事 那小 如果整個香港的人 都是鼓吹這種風氣 做事 差不多先生的話 不出事就可 如果出事的話 真的很麻煩 這個社會是不會進步的 現在經濟是洗牌的時候 大家應該同心合力 做回自己 你任何一個行業 做回自己的本分 做好去吧 麻煩 對吧 如果 你真的從此 潘少汶你聽著 我猜 你的師奶朋友 在後面 幫你做功課的位 阿姐 哈哈哈哈 如果 你們看到這條片 你就不要開名罵我了 如果你真的開名罵我的話 不要緊 叫人家互相比較一下 誰是認真做事的 不要緊 課不怕給三家 照叫他來 你照罵我 我認的 如果有些事我做得不夠好的話 如果你聽到這條片的話 如果你想繼續做的話 為什麼呢 因為D100現在屬中無大將 李慧寧那些 要員全部辭職了 所以這些人 都可以繼續在這裏 你不會引咎辭職的 你說錯些什麼 如果你一直以來 很多事都說錯的 你不是這麼肯定的 你都當自己很肯定的 這樣說 這就是其中一個case 你就遲早出事 對吧 如果你繼續這個工作態度 你繼續去出事 但是我為娛樂圈的同行 跟你說一聲 真的認認真真 你切實 有些事才說 如果不是的話 別人付出的努力的話 你自己是騙殺了別人的努力 對於行內 很多人是不尊敬的 好嗎 這條影片到這裏 這條影片就是給你們網友 早上上班的時候 搭車剝花生 OK 拜拜 記得幫我分享 訂閱和Like 還有記得看他這條影片 幫我炒到他上這個Youtube熱爆榜 我很大方的小雲 你不要怪我 拜拜